因為里長第一個大多數的里長還是五黨籍為主 但也有少數是有政黨提名的 但不論是哪一個政黨提名的里長 我自己長期來觀察 里長大部分還是以地方里內的民意反應為主 所以通常不大會去做很激進的動作 最好是人人好 對就是說因為可能候選人不論幾個人去他里內 里長多少都會陪他一下 不論他的政黨也許一樣或不一樣 至少這是我長期來觀察的經驗 所以當一個里長真的在某一些公開的場合大聲集會的時候 如果已經是議員我相信有可能 因為比較藍綠政黨色彩 已經冷到一個限度動不掉了 或者是某一個政策 市長的某一個政策讓這個里長很不爽快 比如說某一個地方長期市政府答應這個里要做都一直沒做 市長去市長里長就來搶聲 跟你說你都不處理你還答應 這些我相信有可能 所以我為什麼跟他說看到 這個資深的或者只有里長的一個頒獎 因為今天我們有才頒完而已 也有頒過 去的時候基本上他如果真的對你不滿 他會試一下跟你講 他也很少會用這種大動作的來表示 那我認為一定程度是很多的李明在告訴他說 可能對市長的某一些風格覺得不滿意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去想一下就是說 這個全台灣這麼多的縣市的里長頒獎都有 那為什麼其他縣市的里長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就韓國瑜這麼有榮幸 這麼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遇到這個事情 市長是給預算的喔 李明是要爭取預算的 結果他直接嗆了市長耶 就是剛剛你講說 所以一般來講里長不大可能會去做這種事情 你說議員的話我相信 因為可能還為了政黨政治我就認為我相信 但我說實話我里長真的幾乎很少看到 而且通常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市長第一個是先把里長摸到那邊 好了不要再想起了 或者旁邊的議員 或者旁邊的官員 像這個時候民政局的人 通常就會跟里長或者區長 不會是隨後把里長架開 那個會區會有後遺症的 我乾脆我是這樣講 通常是區長 因為現場的頒獎區長就在旁邊 區長趕快就把里長找去旁邊說 某某里長你別想起 我好好的再跟你處理一下 再跟你好好的請進 他解釋溝通幹嘛 讓他息怒為什麼 就因為里長是代表基層里民的名義 所以我很少看到說 有里長出來表達意見之後 結果居然被隨後架開了 我外面真的是匪夷所思 冠名這個事情你在國外確實有 在美國最紅的那種體育館 它確實冠名的話 你可以收到的企業贊助 大概1億到2億美金 就是30億到60億台幣 可是高雄它並沒有這種 這麼大規模的一個 經濟規模的體育賽事 所以我認為你要靠冠名來賺錢 這個百分百就是一個噱頭 它成功只有一個可能 例如說它弄個民主罷函大樓 就很有噱頭就搞頭 一定就很多企業 本土化企業會去贊助 又包含是說 30號的時候 它要弄一個愛情摩天輪的說明會 結果到了現在也不知道 它具體的地到底在哪裡 要怎麼樣去規劃 那我們就非常地好奇 它這個愛情摩天輪還花300萬 說這個要去弄個愛情散業鏈的行銷活動 裡面就是說 希望它能夠成立一個粉絲業 把高雄的這些愛情產業整合起來 然後它的觸及率 它的點擊率有多少 我誠心建議 其實愛情不只有男女 或者是一般情愛的這種愛情 對城市的愛也非常重要 其實非常多高雄市民 包含這兩位里長 都是基於對城市的愛 所以去質疑韓國語 所以愛情產業鏈 如果是一個換回對以前高雄的熱愛的話 把它跟罷韓活動作結合 絕對可以達成這個標案的一個標準 就是它所設定的 不管是它的臉書觸及率 點擊人數或是網路宣傳量 一定是報表 你弄個愛情產業鏈 大家猴一頭去想一想說 我們過去的高雄有多美好 韓國瑜來之後有多可怕 就造成了這種回想 那種愛的激盪能量 是非常的強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說 韓國瑜一直講說 其實很多個里長沒有都來嗆他 可是其實對於里長來講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他身邊有一堆里民 每次要去泡泡茶聊聊天 了解狀況 所以說對於高雄的基層來講 他們是很憤怒很不滿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里長要站出來 因為其實里長要從里長跳到說 真的要去重振 你說政治利益也好啦 去真的去參選市議員或是立委的 比例很低啦 對 很低啦 所以里長大部分是真的是做地方服務的 表示高雄地方的人真的很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高雄每次一淹水 而且原本沒淹的地方 現在淹了 韓國瑜或者是所謂的韓粉 根本就不住高雄的人 然後就說水退得很快 水退得很快 就一直在做一個平行世界的溝通 那對於當地的里民來講 就覺得說你從過去的登革日也好 或是淹水也好 不是說你不能出問題 因為一個城市治理 原本都會有一些瑕疵 而是你的態度 就是到處去 這個選舉造勢 然後遇到事情的話 就是爬速轉移焦點 不然就在那邊鬼扯 國家機器還是追蹤器 其實對於民眾來講 看在眼裡面 心裡就覺得很不開心 然後等到說 真的快大事已去 好像快要被換韓了 這快要守不住了 然後才開始說 我現在不隨便造勢了 颱風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待在高雄 這就表示過去都是錯誤的 過去心思都沒有放在高雄上面 那李嘉芬講這個更鬼扯 他今天受訪的時候 然後他就講說什麼 如果再來一次的話 會跟韓國瑜 他們說說 他會說NO 然後他說什麼 他是被動被加入民調名單裡面 他好像覺得大家都有失憶症 當初郭台銘說要出來參選的時候 李嘉芬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背後開槍 背後開槍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好想選 好想選高雄 好想選總統 結果不小心跑出來了一個郭台銘 讓他覺得背後被開槍了 現在他又說 其實當初如果是這樣 我會say no 我只是不小心很被動的 被放到民調裡面 一切都不是他自己決定的 這真的是太虛假了 真的太虛假了 那整個高雄的狀況你也看到了 不管是什麼大巴飯店 或者大巴日本料理 或者是漢王飯店 漢王飯店要停滅了 都倒了 都倒了 但你搭那裡說 這是個案 都個案嘛 這就很像是說 你身體開始不舒服 每天開始身體出小毛病 你都跟我說 這是個案 這沒事 你靜置不做 先進去檢查 30家公司都收掉了 當然高雄這個金發局 也就是說他會去求神問補 去算命 然後去問高雄怎麼發大財 那他的說法是說 其實高雄呢 他的這個去年跟今年 這個上半年 他的整體經濟規模是差不多的 奇怪了 公司倒一堆 人口沒有增加 經濟規模差不多 那到底高雄的錢跑到哪裡 哇 發現說韓國瑜出來講說 高雄呢 其實呢 這個目前的房地產業 這個有二三十%的這個增長 意思是什麼 就房地產業成長了 然後其他各行各業都下去了 所以你來來去去 你就是靠中國話題 想要把入資啊 中國資金引進來去炒樓炒房市 可是對於高雄在地的就業機會來講 沒有增加 商機沒有增加 商圈沒有改變 那你選錢 你最主打的一個是什麼 北漂青年回來吧 你去台灣各地的這些青年們 你在高雄能有就業機會 結果你後來製造 就是說你房價變得更高 然後很多中國人來這邊炒房 然後呢 這個好像一直在炒作這種話題 但是實際上的產業並沒有提升 所以對高雄市民來講 真的是非常難過 但是為什麼會難過 因為我們對高雄都有愛 所以我希望 真正要落實愛情產業鏈的話 就是表現對高雄的城市之愛 就像罷寒這件事情 在明年確實的成功 所以你在鼓勵這個 WeCare這個發起人 去投這個愛情產業鏈的 這一個三百萬的標案嗎 對 然後結合馬上觸及地就達到 愛高雄 愛高雄產業鏈 好啊這個可能是一個妙招 希望收看我們電視機前面 那個霸函的朋友 可能可以去投一下 但是說實在話 韓國瑜也是有努力啦 比如呢 他這個禮拜不是要到彰化去嗎 他就說囉 他要號召呢 放大絕 你的說法就會不同 但是你如果說第一大聊地區 一百多個里長 你只有兩位 事實上我們講 你可以表達你的言論自由 但是我看到的是韓國瑜市長的 一個民主的一個風範 沒關係啊 你如果說要亮出苦民所苦 睡到中午 這是你的自由嘛 但是問心無愧就好了 我相信 他們對最終目的就是罷函嘛 我說主要實在 我常常在講 他第一任 你中選會甚至於立法機關 又沒有規定說 他不能夠選總統 是沒有不能啦 我常常在說 選輸的就可以做一定 選贏還不能選總統 這由人民老百姓做決定嘛 對不對 你說他做的不好 但是我們認為他做的很好啊 對不對 那你今天剛剛褚英講的那個 我也必須要聲明一下 9月1號有彰化這一個活動 這個不是韓市長 所自己主動發起的 這是一些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們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自發性的行為 而且在上上個禮拜 到新竹的時候 我有去跟一天的行程 我就有看到有一些韓粉 他們就自發性的 就跟著這一個車隊 然後這個類似於貪食蛇的情況 我那時候就跟他們呼籲講說 要注意安全 你也不要因為車隊很多 然後影響了交通 然後違規的一個事項 被媒體朋友拍到 然後又借機又來做炒作 所以說我會覺得講說 我們都希望講說 大家在選舉 或者是說支持的一個面向 大家都能夠理性平和 那你不要去影響到其他的人 那也不要讓外界 有做文章的一個空間 但是這一點 並不是韓正銀所發起的 這個是韓國瑜的支持者 至少 他們自己的一個自發性行為 但是我還是要呼籲 注意安全 而且不要影響到別人 好